之前呢我们聊到越野车呢 更多关注的字眼呢是越野二字 但是呢随着更多00后的消费者加入呢 他们觉得越野车呢应该赋予更多的时尚元素 那今天呢 爱惜就给大家带来一个自主品牌旗下的时尚版的越野车 就是我身边的坦克300 今天呢我们拿到车型呢就是2023款越野版的2.0T的这么一个征服者车型 首先在外观方面呢 我们很多网友呢已经非常属于它的外观了 属于那种硬派风格的 整体来说呢 首先这个车身颜色是不是非常乍眼 今天我们特意挑选了一款橙色的车身 看上去是不是有些爱马仕城的这么一个杆脚 在前辆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加入这种更多平直的线条 让整个前辆呢显得拉伸感十足 而且呢我们也发现啊 整车呢加入了更多这种黑化的元素 在我们中网的这个部分 以及前后保险杠 加入了更多这种黑化的元素 让整车呢凸显了它的运动满满 在车灯设计方面呢 我也非常喜欢 炯炯有神的两个大圆灯啊 摆在前辆上 而日间行车灯呢 是横向的摆放到大灯的中间 让整个前辆呢又更增加这种灵动性 现在呢我们更多年轻消费者呢 拿到这款越野车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都想在前隐形盖上 有一些造型摆出来 摆一些pose拍一些非常个性化的照片 坦克300呢它的前行盖承重啊 是可以达到70公斤的 所以我们女孩的站上去是轻松没有问题的 男生呢就要优质点了 这台定位紧凸SUV车型呢 我站在它身边呢还是比较和谐的 在车身尺寸方面呢 它的车长呢是达到了4760毫米 轴距呢是达到2750毫米 在整个车身侧面呢 我们没有找到非常复杂的这种线条啊 整体来说呢还是呈现出非常慢的一面 腰线呢也是采用这种笔直腰线的设计 然后在车身侧面呢 我们也是轮眉处呀 包括反光镜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车门把手 以及上面的旅行架 都是加入更多这种黑化的元素 在轮圈尺寸方面呢 它是配备这个17寸的轮圈 来到车身尾部呢 我们发现它的车尾部设计呢 其实是跟这个车头摇枪呼应的 也是采用这种非常方方正正的设计理念 在车头设计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后尾灯是采用这种纵向的排列 这种竖形的排列呢 让整个车身尾部的整体感更加增强了 备胎呢是采用这种背腹式 像背着一个可爱的小书包 那雨刷漆呢是安排在这个高位刹车灯的下方 后背箱的打开方式呢 是采用这种平开式的打开模式 这种打开模式呢便于我们拿取后背箱相关的这种大件物品 还是非常方便的 之前那么很多网友呢 对这个越野车的内饰有一些固有印象 就是稍显粗糙 但是呢当我坐进坦克300车内 我就发现真的没有这个问题 虽然算不上多么豪华高达上 但是很多细节方面的设计呢 却是很亮眼的 首先对于那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我手所触及的地方 都是这种皮质的包裹 而且搭配上这个缝线的设计 整体呢提升了车内的这种豪华感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下方这个中控区域呢 更多的也是采用这种金属拉丝的设计 相关的这些元素呈现呢 让整个车内呢又增加一种运动氛围 空调出风口的设计呢 我也非常喜欢 它是采用这种航空器的涡轮设计 看上去金属质感十足 然后正前方这两个大屏呢 也是凸显了它的这种科技感十足 一镜仪表屏呢 是采用12.3英寸的 而且呢画质显示呢 是相当细腻 上面呢给我们显示了非常丰富的这个车辆信息 便由我们在驾驶过程中呢 进行及时的抓取 而我斜前方的这个中空大屏呢 也是采用的12.3英寸 显示分辨率非常高 而且操作起来呢是丝丝顺滑的 它这个UI界面呢设计也是很简洁 便由我们新手小白呢 直接上手操作 给我们提供这个4G网络 以及OTA的相关升级 在里面呢 我们可以找到相关非常实用的 像导航蓝牙电话相关功能 而且呢也支持这个Coplet的连接 在里面呢 也给我们呈现了这个非常丰富的app 像爱奇艺啊 腾讯爱去听以及抖音 而且呢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 在应用商店里下载更多实用的app 下方物理按钮呢 主要是承载这个相关的空调调节的 这么一个功能 中间也给我们安排上了一个冲表设计 是不是有些豪华车的范儿了 下方呢给我们安排上了一个USB 以及一个Type-C的充电口 任君选择 档杆设计我是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呢 非常符合我们手部的人体工学 播上去以后呢 承托感十足 而且操作起来呢也比较便捷 在档杆左两侧呢 是相关功能键的呈现 包括非常香的这个坦克掉头相关按键 在所有两方呢 分别是驾驶模式的旋钮调节 以及呢我们四驱以及两驱切换的 这么一个旋钮调节 中央服务区下方这个储物空间的表现 也是十分令我满意的 深度呢可以达到我手肘的这个位置 里边放一些大的物件就是没问题的 方向盘呢进行加错设计 之前呢我还觉得 对我们女生来说 这个加错的方向盘会不会操控起来 有点困难呢 但是实际体验下来呢 我觉得表现还是不错的 完全可以hold住 换脑拨片呢也给我们安排上了 而且方向盘上左右两个控制区域呢 它这个按键信息显示呢 也是非常清晰 便于呢我们在驾驶过程中 进行相关的操作 虽然是一款越野车啊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整体座椅设计呢 还是呈现出这种舒适的 这么一个关键词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填充目是十分厚实的 座椅的皮质呢也是非常细腻 加上这个打孔以及缝线的设计呢 提升了整体的这么一个高级感 坐上去腰部支撑体验是非常好的 我们选购一台越野车呢 不只是为个人选择的 更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三五好友同时出游 或者带上家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所以作为一台家用越野车的话 后排这个舒适性呢也是有相关需求的 那现在呢我就做到了坦克300的第二排啊 它轴距呢是达到2750毫米 我们现在实测一下 它这个后排空间到底表现如何 以我一米72身高呢 现在前排是调整到适合我的驾驶位置 我们看一下腿部空间还有多少 还有两拳的这么一个距离 头部空间 头部有两拳半有余的这么一个表现 所以啊我觉得即便你是个大高个 坐在后排呢也不会顶到脑袋 后排我们可以看到 给我们提供了独立的空间出风口 以及呢下方两个USB的充电口 也给我们安排上了 而且也给我们安排上了一个 零碎物件的这么一个储格 第二排呢让我觉得非常香的呢 就是这个接近纯平的这么一个地面 所以即便呢是我们在第二排满员的情况下 中间这位乘客的这个舒适度呢 也不会打折扣的 在后排座椅设计方面呢 我觉得它的这个腿部坐垫呢 长度还是可以的 对我大腿呢可以起到这个一定的支撑作用 所以坐上去以后舒适感还是表现不错的